每天造一句,英语没问题 今天的任务是 反正包里面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用英语该怎么说 首先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主干部分 主语呢,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词 就是有know和thing 合在一起的 nothing 什么样的东西呢 值钱的 它是一个使用词 当它来修饰 不定大词的时候 需要放在它的后面 在哪里呢 在包里面 in the bag 接着再来处理一下这个反正 反正暗示某事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单词 就是anyway 或者是anyhow 放在句首或句末都可以 最后再来检查一下 这个句子是否完成 在英语里面有一个规则 除特殊句式外 普通句子至少要有一个动词 这个句子呢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动词 而描述一种现象或者事实 我们通常会用到there be句型 必动词跟这个nothing有关 nothing它是不定代词 所以它对应的必动词呢 就是用is there is 再来分析一下这个句子的实态 这个句子如果是现在发生的 我们就用there is 如果是过去发生的 我们就用there was 最后再莫为准备点上我们的句号即可 这样这个句子呢就完成了 there is nothing variable in the bag anyway 你们学会了吗 点赞国家宝宝老师 英语一起吧 转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